HELLO 大家好,我是卡比,今天会继续介绍一下超王的第十集 在上一集,潮日光输给肺里,今集就轮到日向VS肺里了 向神首先冲向低速回转的魔龙,然后被魔龙撞散了 土壤假设,这个是低速击爆,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撞向他,令他自然失去持久你 潮日日向不断向肺里提出跟他对战多一个回合 最后肺里也是答应了他,但今次会用手转 日向就很生气,以为肺里看笑他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太阳神的怪兽出现,和日向对话 旅战开始了,太阳神不断向低速回转的魔龙攻击 一段时间后,太阳神爆出了怪兽 肺里又因为见到日向的共鸣力而想起之前输给肺里的纽约公牛新人 然后魔龙就爆出怪兽,用幻象师爪撞散太阳神 日向后就跟其他同伴说 我可以用太阳神,你先用慢 哈哈 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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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,请记得按订阅键和小铃铛,订阅键和小铃铛,订阅键和小铃铛。 好了,我是卡比,我们下支影片见!